这是明科技一百集之后 首个刷新童年阴影的案件 镜中凭空出现幽灵 窗外倒掉人头 个个错过你的心理防线 而这一集的罪犯言行 甚至不是一个人 而是千百年前的吸血鬼 德古拉伯爵 警方接到报案 死者被绑在木桩道插在地 而且通身雪白 仿佛被抽干了鲜血 但死者全身完好无损 唯独脖子上有两个小洞 显然是被吸血鬼所杀 死者的嫌主人嫌疑重大 据管家回忆 老爷最近确实非常奇怪 白天不敢见光 饭菜不准放蒜 卧室的床都扔了 说是要睡棺材里 蓝叶仗着武力值超强 直接把棺材碗一掀 黑白双煞瞬间赶到 腹部用尽全力打开棺材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 老爷的兄弟姐妹却习义为常 说这老灯就是喜欢装神弄鬼 好调戏漂亮小姑娘 毕竟十年前她就找了个小三 还把私生女带回家送了女仆 说着 几人就要去拍全家福 大哥都没了 还想着去拍照 真是收拾收拾准备去世了吗 赶着拍遗照是吧 蓝叶正要按下快门 突然 直接两手之哆哆嗦嗦嗦 指着众人背后说 老爷又出现了 仿佛幽灵一般飘在空中 众人还以为蓝叶神经错乱 可照片打印出来 果真出现了老爷的脸 那人头凭空出现 能做到瞬间移动的 除了吸血鬼还有什么 与此同时 腹部接到电话 警方测出 棺材上有AB型的血迹 可老爷的血迹是A型 只有那死去的女仆才是AB型 为什么以死之人的血 会出现在这里 瞬移的尸体 莫名的伤口 转移的血液 这一切似乎都在指向 老爷失吸血鬼 惊魂未定 众人手机再次响起 既是老爷发来的消息 他们按照短信来到餐厅 屋外电闪雷鸣 女仆突然指向窗外 拉开窗帘 一个倒立的人头赫然出现 刚一打开窗 人头就向上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只蝙蝠飞过 吓得福不可难愣在原地 死神一个回眸 窝却 狗血淋头 屋顶正向下滴着鲜血 上楼一看 老二已经死了 黑白双煞开始调查 据女仆镜香回忆 老爷上午发了一个短信 让他单独去房间找他 但由于镜香神经大条 所以当时忘了复约 说不定那时 老爷就在计划什么 可男又来到老爷房间 发现地毯上有两道切痕 正好可以把中间的地毯拉开 果然 地毯下藏着暗道 看来 这就是尸体瞬移的秘密 接下来是灵异照片 可男仔细观察镜子 用手指一碰 他的大脑瓜 就已经懂了照片的秘密 现在还剩下 人头消失的关键线索 两人来到阳台 看着眼前的花盆 黑白双煞已经懂了 这时 镜香经再次抽到老爷的短信 他硬邀来到老爷房间 一个小黑 悄悄地出现在了他身后 小黑猛然把刀 门却被一脚踢开 蓝总闪亮登场 一个辅射飞机 正中小黑腹部 镜香急着 一个过家摔送走小黑 原来镜香是荷叶假扮的 小黑疯狂逃向蜜道 却在出口被卡住了 福布抢然登场 因为这可是老爷为镜香 量胜打造的蜜道 你说是吧 小白脸 我们之所以被你骗得团团转 就是一直以为老爷还活着 但其实 他早就只剩一颗脑袋了 今天的诡异事件 其实是老爷为镜香 定制了一套杀人计划 他明明早是要抢叫镜香 过去告知计划 却没想到被你这个老灯偷走了 你跑去老爷房间 却看到老爷砍下了自己的头 你为了得到更多遗产 就将计就计 实行了这个计划 蓝叶在棺材中看到尸首后 你再从力道里抢了人头 提前放在了拍照室的隔间 而那张灵异照片 是因为镜子是单面镜 只要你在拍照的一瞬间 启动灯光 老爷的头就浮现出来了 而阳台的人头 不过是用钓鱼线绑住的 所以你才上楼杀了暗眼的老二 你把钓鱼线另一端保在窗上 只要一开窗 人头就会落下 小白脸还想便捷 照你这样说 人头应该会掉下来 那人头分明是往上飞的呀 这也是你的诡计 你在窗前提前放了一面凹面镜 透过凹面镜 肉眼看到的东西就会相反 但凹面镜下面有三层普通的玻璃 你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玻璃 实际上 那颗头就落在阳台的花盆里 小白脸破防 大骂你们根本没有证据 可难上下其手 这封老爷写的杀人计划书 就是铁证 你之所以要袭击镜香 也是为了在杀害他后 把杀人计划书放回他身上 从而嫁祸于他 原来老爷才是那个大猿种 他和镜香的母亲情投意合 却不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为了遗产 联手前女仆害死了心上人 老爷最近查出了癌症 棺材上的血并非是前女仆的 而是晚期的病人血型会发生改变 所以他才杀了前女仆 因为女儿制定了祥密的复仇计划 甚至不惜砍掉自己的脑袋 也要让复仇完成 他伪装成吸血鬼 只是想让女儿脱罪 可谁知道 他的兄弟为了钱 不惜谋财害命 这才是真正的吸血鬼 我是明镜蛋莉莉舟 讲不完坑南不发休 下个童年阴影 我们再见